弯弯月光下 我轻轻在歌唱 从今以后 你会再悲伤 闭上双眼 感觉你在身旁 你是温暖月光 哈喽各位小伙伴 欢迎来到大英的频道 2000年到2001年既是华业乐坛发展的黄金十年 同时又是非主流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 媒体的版面经常会出现各种归类的头衔 比如号称中国台湾乐坛的四大教主 经历过的小伙伴们一定不陌生 分别是流行教主蔡依林 电影教主张绍涵 可爱教主杨成林 和甜心教主王心灵 蔡依林至今依然是华语语歌手顶流般的存在 2019年还凭借《玫瑰少年问底金曲奖》年度歌曲 张绍涵事业全面转向内地综艺 奉上了多个神迹现场 杨成林虽然没有更多的作品 但跟李荣浩的喜劫良缘 也让他在网络的热度不解 唯独王心灵似乎已经消失了很久 虽然一直都有歌曲发行 但近几年的热度都差强人意 远比不上早期爆红的传唱神曲时期 今天大英跟大家一起聆听 华语唯一甜心教主王心灵的那些青春恋歌 OK 我们开始 2003年行走的CD刚刚出道 月行者一经发行便斩获金曲奖最佳新人 JJ林俊杰可谓风头无两 童年出道的王心灵发行首张专辑Cindy Begin 林俊杰为他量身打造的Dawney 可谓火遍两岸三地 如公主般的甜美外形 被媒体誉为新少男杀手 当你的眼睛眉着笑 当你喝可乐 当你吵 我想对你好 你从来不知道 想你 想你 也能成为是好 当你说今天的烦恼 当你说夜深 你睡不着 我想对你说 却害怕多说错好 喜欢你 知不知道 第一张专辑虽然谈不上成功 但也积攒了超高人气 唱而优则也 2004年出演偶像剧《天国的嫁衣》 成为收视冠军 包揽片头片尾曲演唱 这部剧也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爱是花儿的芬蜂 爱是花儿的芬芳 是蝴蝶的翅膀 是伤心的不供应 你是她的方向 爱在孤独中绝望 在绝望中间 为什么在你的眼睛 我看不到你的疼心 看到爱已融化在世界里 甜心教主随着影视剧的热度居高不下 同时也找到了自己歌曲轻快甜蜜的定位 2004年发行了第二张专辑《爱已》 那是因为我关心 常常向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 明明很想相信 却又忍不住怀疑 在你的心里 我是否就是唯一 爱就是用我常翻着你 Honey baby 情话多说一点 想我就多看一眼 表现多一点点 让我能真的看见 我白想说一点 想陪你不止一点 多一点 让我心甘情愿 爱你 这张专辑还有一首传唱经典《第一次爱的人》 原曲来自挪威组合M2M名曲 The day you went away 想必大家当年的MP3里都会始终保留这首歌 黄金十年的歌手如果想延续热度 一年一张高质量专辑是很有必要的 2005年为了续写上一张专辑的成功 王兴玲首次担任专辑制作人发现了个人第三张专辑 Honey 延续了甜心教主的甜蜜曲风 同名猪大哥Honey简直就是爱你的翻版 他的歌迷对于这种曲风简直毫无抵抗力 这个期间甜心教主应该是工作强势的 一年一张专辑似乎并不能满足他 2005年还发现了一张专辑 Cindy with you 同样也是个人第四张专辑 你很难想象吴白写的歌适合甜心教主 但这张专辑里吴白为他量身打造的我会好好的 唱出了女孩遇到感情上的伤害后 心中留存的美好和悲伤 绝对是情歌中的华语佳作 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 是爱情的有情的都可以 那是我心中的幸福 我知道他苦苦的 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 是爱情的有情的都可以 那是我心中的幸福 我知道他苦苦的 当然这张专辑传播度最高的 是甜心教主专属甜蜜轻快曲风的 《睫毛弯弯》 在编曲创意方面也有极大的突破 配契融入印度系塔琴 中国笛子和日本三位线 浓郁的东方韵味配合雷鬼嘻哈的曲风 让这首歌在神仙打架的年份也能脱颖而出 你你是谁 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 好喜欢你 却说好久不见 你你才见第一次面 接毛弯弯眼睛扎扎 他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 你的微笑声乐弯弯 气氛好浪漫 需要你别伴 接毛弯弯眼睛扎扎 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乱 老晚的风吹吹什么 吹一见钟情的人 2005年和张东良一起出演又一部爆款偶像剧《微笑pista》 这部剧也出现了两首华语传唱佳作 王心灵的片头曲《彩虹的微笑》 和张东良的片尾曲《北极星的眼泪》 原来我们活在两个世界 2007年专辑《Magic Cindy》 继续保持传唱热度 延续《甜蜜蜂的爱的清凌凌》 和一改往日唱腔甩开甜心教主包袱的抒情佳作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 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 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 我的星空出了一块 很高兴遇见你 让我终究明白 回忆你真是精彩 虽然近几年王心灵逐渐消失在大众视野 热度不如斯大教主的其他三位 但不可否认的是 能在黄金十年闯出一片天的歌手 都是实力超群 近期传闻王心灵即将登上乘风破浪的姐姐三 无论从实力和乐坛地位都配得上C位 希望甜心教主能够再次翻红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 你们的点赞评论关注很重要 我是大英 我们下期见 也许还能活过来 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 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 就让我陪他练完这场爱 只求新花终于盛开 就没有别的期待 等梦晚醒来 再去收拾残骸